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各位女士们 我们是Colorableheads 好彩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困 客代表小蓬蓬 这 我没事看的好朋友 是是是 这是我的三位好姐妹 下面我们请她们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今天牙疼的报告客代表 张张 大家好 我是头发特别闪料的 沙雕客代表李脑斯 大家好 我是一直在讲连 私后客代表巨富人 耶 我们呢会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观看 许多蔡雪坤综艺和舞台 今天呢 我特意为姐妹们选了 蔡雪坤偶连出评集 I Wanna Get Love 这支原创 来做一期reaction 因为呢 这支舞台是绝大多数观众 认识蔡雪坤的第一个舞台 也是一众粉丝垂直入坑的起点 所以呢 就带我的好姐妹们来一起看一下 看看大家对这支舞台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 现在我们速速上视频 哇 这首歌是不是它是首A呀 是它是首A 我们期望是掉到这么高 超期待 我第一次听到它的名字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难捏 现在打蛋了 这么厚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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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脚步是彩蛋的新坎脸 来了来了来了 我推了很多戏 我也才在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自己 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自己 这个透视装choker 是 帅 帅 老师好我叫蔡徐坤 好温柔 好温柔 这首歌 是表演的实际的原创 对这首歌是我第一首自己做自作曲 第一首原创 第一首 原来它就还满眼正诚的那种感觉 跟它的造型有一个很大的很差的 这个时候的状态跟轻盈的状态差得好 完全不一样 我们以后有空再看见轻盈 对 轻盈 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待 从歌手已经看到你的压力真的很大 好 为什么笑 为什么笑 哈哈哈哈 可以 你这么直接 这是苏舞 苏舞 然后说是接给粉丝的歌 对吗 有一两句是可以表达我对粉丝的一种心 他也许多不好意思 如果说 如果你们需要我 我会在你的旁边 就是他们需要我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陪在他们 哼歌下次再多两句 多两句 如果你们需要我 我会在你的旁边 我会在你的旁边 谢谢 对吗 对吗 非常非常 要多两句 哦 哇老师不棒的 故意的 我们很期待 今天第一位自己思取的 压力很大的 创作人 我当时微博粉丝 当时他175万 那现在呢 现在三千多万了 这个地方好像收音没有进去 后面就好了 那您穿很爽 嗯 嗯 哦 哇 漂亮 他整个这个服饰的歌舞台 背景的颜色特别配 还有灯光 对 因为他们可能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彩排过 但是他选的这一切就是 都配上了 视觉效果特别好 嗯 包着腿 然后这个角度也好 这比例不科学 对 看到眼睛 我们完全卷进去 轻了一下 隥器 真的都可能换死了 不能换,换了就整段垮掉 好长啊 grab hold on,很带感 swag 好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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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坤哥会不会把他的外套脱掉呢 就有rap动画了 好长啊 来了,来了,来了 我这播发力可以的 这段是为节目做的编曲 嗯 自己编歌舞呢 是 自己重新做的编曲 重新做的编舞 就是for这个舞台 唱首歌而来 而且当作forrap 编曲全都自己 练习说我们的编曲应该不特别 应该不特别 有原创的都不特别 对 机会只可以准备好的人 发糖 哇 帅的帅 好 我们已经看完了舞台 现在 请姐妹们一起聊一聊 看完的感受吧 嗯 这应该就是让许多人呼喊着一秒入坑的 选秀舞台吧 嗯 应该是在17年12月15号 他在微博上有写说 希望所有的热情在我的音乐里 你们能感受到 希望没有辜负你们的等待 你们的喜欢 希望能在任何时候像我一样陪伴着你 呃 创作回归这只是开始 坤一直在路上 回顾这两年半 他是真的做到了一直坚持在创作的路上 一共发表14首原创单曲 一首原创的DJ set 三首合唱曲目 以及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办了六场个人公演 嗯 同时在国内还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舞台 第一次看节目的时候嘛 我还不了解他 开场的时候 我记得他说了一句 退了很多的戏来参加这个节目回归舞台 从零开始 我当时就想起来 这个好套路好官方的那种感觉 那接我现在的感觉就发明了 哎现在觉得他说的是认真的 他那时候其实是从零开始 他根本是从附属 因为当时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 现在情况好多了 所以他一直在做音乐 以及出一些舞台的作品 嗯 反正是属于有自己小宇宙的人吧 牛掰坤哥 respect 那我和英老师来说一下这次的重情去啊 好呀 那我先说他的妆容吧 呃首先他这次就是的眼妆是非常有特色 是用了全包的眼线 然后有一个小烟熏妆的处理 然后唇妆就是比较淡 因为他可能就是想搭配整个的妆面 就感到很干净 对 虽然说又有烟熏妆 但是仍然看起来是很干净的 因为五官特别的优秀 然后他的发色也是非常的浅发色 对 是有一点灰 灰感的那种灰色 当时就是也引起了很大的一波潮流吧 然后他的那个choker感觉是一个点睛之笔 说到发色功格加入我们好彩头吧 好 来来来来 嗯 服装上呢 然后王老师之前cue到的 因为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 sexy 的渔网 然后外面再加了一件 Hydra Ackman的蓝色四绒甲克 然后搭配蓝色美瞳 还有比较金鱼系的choker 在匹配上他的一个妆容 就非常符合他当天的一个舞台的效果 而再我觉得他那个choker和四绒甲克之间 就很好的balance了这种霸气啊和性感的这种感觉 嗯 尤其是短夹克特本来腿就已经很长了 他用了一个短夹克就是卡腰的 哇整个腿的比例完美 逆天 对 暴躁的黑代表 逆天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有sense的一点 是在于他选择这个设计师Hydra Ackman 是一个出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设计师 他曾经受到了老国家的经典 而且他的好朋友Ross Simmons 在2002年的时候协助他一起创造了他的童年品牌 他最最擅长的一个手法就是立体剪裁 他能够把这种褶皱非常合一的放在各个位置 而且形成一个很整体很流畅的一个线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受业界人在吹捧的 嗯 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是其实是很多蓝色的一个褶皱 嗯 当年2018年吧 也是复古高级的私容面料最火的一年 对 而而我们的昆昆在乐观的时候就穿的这件绝对是个头儿 嗯 他现在穿的都是一些超级的 对 那我再来说说这件打底的鱼网 鱼网真的是很难穿 但是蔡俊昆好像就能hold住所有的衣服 就像他说的歌曲是什么风格呢 整个人就要从服装啊配饰状态都要融入到这首歌的风格里面 而这首歌呢他就是要把性感展现之极致 是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昆哥有一个万年打底王的称号呀 就是永远利明都不忘了再来一件 唯独这个初舞台 嗯 他的这个打底就特别的好 嗯 因为他在好多次采访中都说过那件衣服是他特意穿的 是粉丝送给他的礼物 他的铠甲 嗯 导演有问过他要不要换掉 可能怕会有观众不接受 视觉上会有些冲击 嗯 他当时就说不行 因为就是 线送的 对粉丝送的 现在呢我就懂了 因为他这个舞台是他一切归零单枪匹马 的一个重新开始的舞台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在重大的时刻呢 都是要有艾昆的见证和陪伴的 我感人 这件衣服就是 哎就 昆和艾昆锁了 鎖死 这一件肉饮肉腱的铠甲真的特别的好 就是那位艾昆眼光真的不错 对 这我就特别想说一下 这舞台刚刚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在微博上有刷到很多观众啊 网友都觉得他们妆太浓 啊 浓妆我觉得那就算了吧 对吧 但妆太油腻 这个能忍吗 不能 不能 大家不要去查一查油腻的定义 我们来贴在这边 贴在这边好不好 就随着拿都行 油腻 油腻他终点吗 他翻浮了吗 他有不清爽 不优雅不修不修吗 油腻就不要这样子论 又好吧 真的是 更是油腻 反思浮了 我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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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女生 是个假生死我 懂的人自然就懂 因为搭配着音乐和舞蹈 服装和妆容也是舞台的一部分 是一体的 不同分割的 后来他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还是会这么表演 真的很专注在搞舞台艺术 后来我们支持你 支持你 所以你看 就这张纹玫瑰的照片 在当年的全球最刷面孔里面 就拿到了27名的好成绩 大家都很认可的 对吧 是是 迟到的祝福送给宽哥 刚刚我们聊完了服饰和妆容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蔡旭坤的宝贝 音乐和舞台 对这次舞台 我的总结呢 是钢铁直男的歌词 加上性感 华丽的曲风 以及定格到任何一秒都 perfect的表情管理 还有华丽的唱跳rap的舞台 说到钢铁直男的歌词 这个我们就很有同感了 如果看过我们是Lyric Video 会出清楚了 后面一起 哦 请大家期待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一个Lyric Video 来细细的品一品 18岁的蔡旭坤 这一位纯情波也是如何努力的在飙车的 大家就是来个预警 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羞 但是配上音乐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违和感 希望大家期待期待期待 嗯 粉丝们一定会非常满意 一定会有满满的带人感 嗯 真的啊 粉丝们都在想这种 发地着迷 压力太大了 哈哈 老婆听你什么swipe swipe 嗯 再来说曲风 这首歌曲呢 是将hiphop与流行结合 还融合了一些中英文的说唱 性感的曲风搭配着超强的舞台表现力 是绝对的con style 属于需要戏品的系列 跟它后面大部分的原创都相似 虽然每一首曲风迥异 但却有很明确的个人特色 嗯 都是一个个精致的作品 最后我还想说就是我觉得吧 这首歌应该是它所有的歌曲里最难唱的 对 对 传唱难度五颗星 因为rap beat flow都非常的难 其实rap是最难的 当然bass也很难 很多地方的气候 反复琢磨和寻找 还有加强这个运动啊 肺活量 练习编气的能力 这是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憋死 我有点憋 哈哈 好挑战挑战挑战 呃 大家还是多去看看坤哥的现场 因为他的这个I Wanna Get Love呢 面向世人一共公开演唱过三次 第一次是我们今天看了的出评集 另外还有两次分别是去年5月 坤1加拿大公演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现场 Live的I Wanna Get Love更是视觉小说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呢 嗯 因为I'm都在现场 哦 有机会的话还要带姐妹们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视频 好 嗯 今天我们这一段reaction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的陪伴 打卡记得点赞加关注账号哦 回见 拜拜 Alright guys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please give us a thumbs up if you like our video and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if you haven't already and we'll see you in our next video Bye Bye program 容易 hapy birth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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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py birthday